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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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告诉你 没有女人是不喜欢礼物的 还不赶紧给嫂子补上 对吧 赶紧赶紧补上呀 赶紧补上呀 那我得取取精 那我应该送点什么呀 买包 包治百病 肯定没错 对吧 对呀 包治百病 肯定没错 没啦 洗事啊 杨公让他爸爸了 哎 哎呦杨公 恭喜 恭喜 好 没有 都有了吗 都有了 都有了 快来 走走走走 好好好 来 走走走走 张老师 怎么样 什么样都有 杨公 请把咖啡 謝謝 张老师 谢谢 张老师 知道 你们拿款什么呢 哎 尝这 哈喽 卡地 哎呀呀呀 我不能吃这个 我这个血糖太高了 哎 你这是洗糖吧 是 是 那我 吃一个 吃一个 哎 谢谢张老师 好吃 您找我有事 梁光 你来公司几年了 十年 车总 十年了 我对你怎么样 挺好的 车总 我觉得我对你也挺好的 你看看 我都让你当上了 副总设计师了 对不对 凯旋地产这么重要的项目 我也让你参与了 对不对 是 我对你的一片两口用心 你不会体会不到吧 体会得到啊 我一直在努力 准备随时报答您对我们的后爱 那么现在摆在你面前 这么好的一次 报答我对你后爱的机会 你为什么不好好把握呢 啥意思 车总 你自己看看吧 这么快才上桌面啊 一个字都没提啊 这还挺神像 什么公司都一个字 这属于提啊 人逢喜事 精神爽 你爽什么爽啊 我跟你说话呢 你爽什么呀 人家爽是对的 人家都中国的骄傲了 你爽什么呀 蒸蒸午夜纸啊 没提你杨光一个字 连咱们公司也没提 有这样的吗 你说你对得起 我对得起公司吗 赵总 我上次都跟您说过了 他在领奖的时候 就是开玩笑的 咱们不能顺便爬呀 再说 从前我还就教育我 不是我的东西 不能拿 什么叫不是你的东西啊 咱们没偷没想 人家送到咱们家门口的 拿过来怎么了 怎么就不行了 你是不是嫌这个讲小话 不是 赵总 这事跟我没关系 咱们就别蹭这热头了 你不蹭我还蹭呢 我就想蹭热头 现在都什么时代啊 现在讲这个是共赢 你知道吗 懂不懂啊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不好意思 我太紧张了 我忘了你睡得很高 进来 赵总 是不是要送给你的文件 我帮助 你的吗 赵总 那我先出去了 好 水太脏了 安静我帮你擦 放那吧 我自己来 安静你别生气 总肯定是不如整你的 等他失销了 你肯定不坐在这儿了 行了 不用这么安慰我 还有 就是昨天 我不是故意不停的 行 不用解释了 我能理解 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这颗工资有仇啊 可是昨天我真的 忙你的吧 两碗牛肉面 再加两个蛋 还需要别的吗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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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嘞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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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么坏 蹭上油 手那么脏 小气劲的 给谁买了包啊 叫心女朋友吗 小情人 你有毛病吗 我身家人吗 我告诉你啊 我女朋友呢 叫刘爱 我老婆叫刘爱 我的小情人也叫刘爱 记住了吗 优秀 知情 酸 不过 我会买包吗 这买包很有讲究的 什么材质的 什么款式的 还有什么颜色的 那要是买错了 那钱不白花了 那不行 我还要替你爸爸 我看看 别 我看看 别动 别动 什么样 怎么又不敲门了呢 我来告诉你 我这人特别轴 不喜欢做违心的事情 而且 我还记仇 所以遗憾地通知你 我把你开了 你把我开了 对呀 因为我不会给你开我的机会 哎 这杯茶 必不配合 你把我开了 你把你开了 我给你开一次 我给你开了 那我开了 你把我开了 一句两句啊 我根本就跟你说不完 你知道吗 行 你这碗给我凉了 我相干为正 我给你包多少钱吧 两个三千半 服务员 哎 来了 吃点什么 我加一个 葱爆牛肉 一个大盘鸡 还有一堂好酒 你要干什么 不是就是吃的差不多了 是吗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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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 你要食材饿你再加个蛋 啊 加两个 好嘞 什么都真够可以的人了 你花那么多钱给你老婆买一包 你说请兄弟吃饭 加两个菜都不行 你也太抠了 怎么了 那是我老婆 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你仍然是我兄弟 看你挣的比我还多呢 草皮儿没 喂 啊 看 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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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啊 哎 我就在附近呢 行行行 一会儿见啊 好 那什么 兄弟还有事啊 我先走 给我买单啊 啊 孤雄 哎 那两单不要了 我去哪儿了 你还要丢手 我不会 我没为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伤感 搞得跟以后不见面了一样 你说说你 跑我这来至少浪费了二十分钟 能给五个客户打电话 知道吗 对了 在你办公桌的第三个抽屉里 有我的客户资料 我现在要是不告诉你的话 就你这脑子 一年以后你都看不见 你把你的客户资料全都给我了 不然呢 谢谢姐 行了 行了 谢过了 忙去吧 那我先上去了 你保重 拜拜 好日工作 嗯 嗯 嗯 好日子